公元前515年 吴国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专珠刺杀吴王辽事件 吴子虚为帮助公子光夺取吴国王位 向他推荐了勇士专珠 在公子光请吴王辽赴宴之际 专珠借上菜的机会刺杀了吴王辽 公子光成为吴王和驴 吴王和驴上台之后 在吴子虚的辅佐下 吴国日渐强盛 吴王和驴也有意跑伐楚国 为吴子虚复凶复仇 可一心复仇的吴子虚 却拒绝了吴王的好意 这又是为什么 吴国要崛起 吴楚之间就难免一战 可吴国只是小国 为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国 吴国又做了哪些精心的主辈呢 陕西师范大学韩纲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吴子虚复仇 第六集 吴国崛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公元前514年 吴王和驴元年 吴王和驴也就是公子光 终于登上了王位 和驴上台后 立刻就把隐居乡间的吴子虚召回 任命为行人 这行人是个什么官啊 行人是当时诸侯国设置的主管 朝进聘问初始等事务的外交官员 吴子虚由此正式进入吴国的决策层 参与国政的决策 成为吴王的头号智囊 史记吴世家对此的记载是 王和驴元年 具吴子虚为行人 而与谋国事 和驴很信任他 经常与他商量国家的大政方针 甚至下令 吴子虚的话就是寡人的话 吴国上下 无论贵贱长幼 有不听吴子虚叫令的 就如同不遵守寡人的御令 杀无舍 面对这样的治愈之恩 吴子虚感激涕零 他跪着悉行到和驴面前 磕头不止 说道 我是楚国的逃犯 吴国能收留我 已是感激不尽 大王还如此待我 吴云何以自处啊 其他说道 先生严重了 寡人知道先生的能耐 寡人希望实现先王 称霸诸侯的愿望 但不知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还望先生赐教 吴子虚 沉思良久 才缓缓地说道 我听说治国之道 在于安定国军 稳定民众 这样才能即使进处的人服从 又能制服远方的人 从而建立不是霸业 办法呢 就是修筑内外成锅 设置守备器具 充实粮仓米仓 整治武器兵固 和驴一言而行 吴王和驴又任命吴子虚负责练兵 吴军由此掀起强军备战的热潮 每一个士兵都必须贤俗地掌握 战斗 骑马 射箭 驾车 等各项军事技能 登上王位 只是吴王和驴的第一步 他并不满足于吴国国军的位置 而是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 当时各诸侯国之间都在争夺霸主地位 与主要大国 齐国 晋国 秦国 以及楚国相比 吴国还是实力较差的小国 长于谋略 善于用人的吴王和驴 一上台就重用吴子虚 并采纳吴子虚的建议 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吴国要崛起 首要障碍就是楚国 面对楚强吴弱的局面 吴子虚又想出了什么 出其至胜的办法呢 吴国崛起的首要障碍就是楚国 如何击败楚国呢 其实这些年来 吴子虚日思夜想的就是如何罚楚 他对吴王的建议是 楚国强吴国弱 以弱基强 绝不可应拼 必须出其制胜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骚扰楚国 使其兵脾降累 然后再找一个机会 一战而胜 因此 吴国可以把军队分成三部分 三分之一去骚扰楚国 使其疲于奔命 军力日耗 三分之一在后方修整轮训 三分之一负责日常防务 骚扰楚国的时候呢 也不应拼 实行游击战 楚军来了 我军立刻撤回 楚军退兵 我军立刻再次进攻 战斗以疲蔽楚国为目的 想方设法破坏 楚国的军事和经济设施 总之 不打阵地战 只是不断地吸扰楚军 将其脱皮 脱垮 等到楚军兵疲降伐之时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吴子徐提出的这个战略 相当高明 印证了其父武奢 当年对他的评价 文能安邦治国 武能平定天下 在吴子徐的辅佐下 和驴治国理政 井井有条 从民法 安民 选贤 练兵 四个方面 全面推进吴国的发展 吴国百姓安居乐业 粮食连年丰收 人民忠心拥戴 国家日益强盛 而当时的 靖国 齐国等域外强国 却做官吴国与楚国争斗 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 利用吴国牵制南方霸主楚国 使其难以全力委进 吴国在和驴的治理下 日渐强盛 吴子虚功不可没 吴王和驴召见吴子虚 提出愿以举国之力发出 为吴子虚报父兄之仇 这一刻应该是吴子虚期盼已久的 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拒绝 那么一心复仇的吴子虚 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就在吴国备战的过程中 吴国多了一位军事家 他的加盟 是吴军在日后的吴楚大战中 所向披靡 那么他又是谁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吴子虚复仇第六集 吴国崛起 吴王和驴是一个有野心的君主 他希望继承先王的遗志 争霸中原 当时 晋国日渐败落 秦国辟楚西垂 齐国国势日衰 楚国内乱不断 传统强国大都处于衰败期 吴国正可以大有作为 据春秋公阳传 定宫四年的记载 眼见国力日强 和驴照见吴子虚 说道 清家辅佐寡人有功 寡人愿以清国之力 新兵伐楚 为吴家复仇 听和驴这么说 吴子鱼扑通一声窥荡 热泪盈眶 说道 大王肯为小臣一家复仇 此恩此情 莫尺难忘 但我听说 侍奉君王 就应当像侍奉父亲一样 败坏君王的德行生育 去报臣子的杀父之仇 这是不应该的 诸侯王 前刚独断 处理正事 不能意气用事 一切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 兵者 国之大事 怎么能为了臣下的丝绸 而兴兵作战呢 这种有损君王大义的事 我不做 在他的坚持下 和驴方才作罢 观众朋友们不禁要问了 一心复仇的吴子虚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这么做 其实非常明智 一方面 这符合当时和后世的道德观 强化了其复仇行为的正当性 也正因为吴子虚复仇行为的尺度拿捏得当 他以臣下的身份复仇母国的行为 才会被后世千古传颂 另一方面 吴子虚认为 此时时机尚不成熟 吴国虽然崛起迅速 但楚国毕竟是老牌强国 吴国若是惨败 吴子虚的所有心血都将复制东流 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因此 吴子虚非常慎重 一定要旋转时机 一击必重 因此才会拒绝吴王和驴出兵伐楚的建议 按照春秋公羊传的记载 吴王和驴要讨伐楚国为吴子虚复仇 吴子虚考虑讨伐楚国时机还不成熟 所以拒绝了吴王和驴的提议 而在另一部史书吴越春秋的记载中 吴王和驴计划出兵楚国 担心的却正是吴子虚复仇心切 而影响吴国的军事计划 吴子虚因此把当时不为世人所知的 兵圣孙武推荐给了吴王 使吴王如虎添翼 在军事奇才孙武的辅佐之下 吴国军事实力大增 那么吴子虚向吴王推荐孙武 是否又立下了大功一件 吴越春秋为何会有这样的记载呢 吴越春秋记载 和驴三年 吴国想要出兵攻打楚国 但吴王和驴担心吴子虚 与楚国有血海深仇 非得把楚国灭了才散把甘休 忧心忡忡 就登上高台对着南风长笑 过了一会儿又是长谈 地下的群臣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只有吴子虚明白和驴的心思 于是就把当时隐居避世 不为世人所知的兵圣孙武推荐给了吴王 吴王和驴召见了孙武 问寻用兵之道 非常满意 不过光说不练 假把事 和驴希望孙武能牛刀小事 亲自练兵 并给了他三百名宫女 接下来的故事 我们很熟悉 孙武把宫女分成两队 和驴最宠爱的两位妃子 分别担任队长 操练时 宫女们严口而笑 不遵号令 孙武毅然下令斩杀两位队长 并以将在军 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 拒绝了吴王的求情 这一下军纪严明 孙武于是禀报吴王 部队已经训练完毕 现在只要您下令 即便赴汤蹈火 他们也绝不退缩 和驴很不高兴的说道 寡人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 将军也请回驿馆休息吧 吴子虚见状 劝见和驴道 大王如果不打算用兵打仗 就不要轻易尝试 可是现在 大王恭敬虔诚的招揽贤士 想要出兵惩罚暴虐的楚国 以称霸天下 威服诸侯 如果不用孙武为将 试问谁能统帅吴军 驰骋杀场 和驴听后 转怒为席 这段记载 故事很精彩 但不少地方与史实有出入 首先 孙武不是吴子虚推荐的 史记孙子吴启列传的记载是 以兵法建于吴王合卢 吴子虚列传 也根本没有提吴子虚推荐孙武的事 所以啊 启用孙武跟吴子虚没什么关系 其次 为了试探孙武的真实才干 和驴故意让他训练后宫宫女 孙武杀人立威后 和驴很不高兴 孙武却面不改色地说道 看来大王也不过是徒有其名 只是喜欢看孙武的兵书 却不喜欢用孙武的真本事 可惜啊 一听这话 和驴犹如醍醐灌顶 立马就明白了 知道孙武是能辅佐自己成就霸业的军事器材 不久就拜他为将 负责吴军的军事训练和战场指挥 这中间也没吴子虚什么事 最后 和驴用孙武为将 不是因为顾虑吴子虚报仇心切 不能忠实执行自己的命令 而是因为两人的才能有差异 从史料来看 吴子虚常于谋略 但具体的练兵 布阵 行军 打仗等事宜 并非他所长 所以吴军还需要一位 善于将兵的统兵官 当然只能是军事家孙武了 吴月春秋为了塑造吴子虚这个人物 添加了不少民间演义 不足为信 但这背后却反映出社会舆论 对吴子虚的敬重 为什么敬重他呢 因为他忠义 吴月春秋与左传和史记等史书不同 是一部带有演绎小说色彩的文学作品 在这本书中 吴子虚是忠义两全 文武兼备的英雄形象 所以把向吴王推荐孙武的功劳 记在吴子虚身上也不奇怪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 吴子虚成为复仇的一个符号性人物 那么作为春秋晚期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 吴子虚仅仅只是一个一心复仇的人吗 吴子虚为什么要辅佐吴王和驴 复国强兵 因为他希望借助吴国之力 击败楚国为父兄复仇 如果这样理解 显然是小看了吴子虚 吴子虚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符号 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作为春秋晚期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有远大的人生报复 除了为血亲复仇 这个必须完成的宗法义务之外 他还有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 吴王和驴的信任 使他得以一展才华 实现政治报复 吴国的强盛与崛起 一方面是复仇的需要 吴国强大才能击败楚国 洗血武士家族的耻辱 这是尽孝 是仁子之义 另一方面 又是为了实现吴子虚的政治理想 报答吴王的知欲之恩 这是尽忠 是仁臣之义 复仇与治国 二者有机结合 尽孝与尽忠 二者完美统一 仁子之义 与仁臣之义 二者相互融合 后世文学作品中 吴子虚的忠义形象 因此形成 吴王和驴在吴子虚和孙武的辅佐下 吴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大为增强 吴国要想真正崛起 吴楚之间首先就要分个高下 一场大战势在必行 那时也将是吴子虚期盼已久的复仇之 然而此时的楚国却已发生很大变化 吴子虚的仇人楚平王 没有等到吴子虚来复仇 已经病死 另一个大仇人 当初涉及陷害吴子虚父兄的废无忌 竟然也被人处死 仇人已亡 失去了复仇对象的吴子虚 还要继续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吗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 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吴子虚复仇第六集 吴国崛起 在吴子虚孙武的辅佐下 吴国国事蒸蒸日上 吴子虚为父兄复仇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但造化弄人 即楚平王之后 另一个让吴子虚恨得牙痒痒的复仇对象 废吴忌 也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楚国有一位贤臣 叫雀婉 为人正直 深受国人爱戴 大奸臣吴吴继 却将雀婉视为眼中钉 有一天 他假惺惺的跑去 对雀婉说 您一直受百姓的爱戴 但始终得不到另引大人的信赖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您与大人的交流不够 大人对您还不很了解 如果您能邀请另引大人到家里坐坐 这种情况一定能得到改变 而且我听说另引大人非常喜欢盔甲兵器 如果您宴请当天 在大门口摆上一些 请大人观赏 效果一定不错 雀婉听了很高兴 就照做了 费无忌又跑到另引紫长家里 去进禅言 他说 雀婉无缘无故 突然邀请大人赴宴 此事恐怕有诈 紫长一听 有道理 就派人去侦查 果然发现雀婉家大门左侧 摆放着灵甲兵器 还用围布遮上 紫长大怒 派兵攻杀雀氏 雀婉自杀 全族尽灭 博州离的后人 与雀婉很要好 也受到此事的牵连 博州离的孙子 薄匹逃亡到吴国 发誓要为家人复仇 楚平王死后 继位的楚昭王还年幼 楚国的大权就掌握在 另引紫长的手中 为寻找新的靠山 废无忌想尽一切办法 讨好另引紫长 这个善于钻营的小人 竟然取得了紫长的信任 因为废无忌的谗言挑拨 贤臣雀婉竟然全足被灭 而这场杀戮 也使紫长触犯 重怒 成了重视之地 那么此时的紫长 又会怎么做呢 这场杀戮后 尹都街头 谣言四起 说费无忌 专做危害楚国的事 而另引紫长 却信任这样的小人 紫长很忧虑 这时 沈尹虚就劝说紫长道 楚国人都知道费无忌 是巧言残忍之人 他已经成为楚国的公敌 如果您还力保他 只怕会引火烧身 我听说啊 智子会除掉奸邪小人 来使自己安全 为了平息重怒 紫长处死了费无忌 诛灭了他的整个家族 这才止住了民间非议 复仇对象 楚平王费无忌 先后死去 吴子虚的血海深仇 还要报吗 当然要报 吴子虚并没有放弃复仇 在他看来 只有彻底击败楚国 才能洗刷 武士家族的耻辱 这才有了后面的 无处大战 为了击败楚国 吴国组成了 明军和驴 能臣武云 梁将孙武 俯辟薄匹为核心的执政团队 和驴算断 武云多谋 孙武之兵 薄匹有识 军臣上下 齐心协力 国家日渐兴盛 吴国也开始了 法楚前的准备工作 为即将到来的大战 扫清障碍 首先 吴军不断骚扰楚国 经过多次交战 攻占了楚国的多处战略要地 其次 吴军南征越国 打败了越军 稳定了后方 第三 吴国向徐国和中吴发出通缉令 要求引渡公子掩鱼和公子祝庸 这两个国家实力弱小 无法对抗强大的吴国 公子掩鱼和公子祝庸 无奈 值得逃奔楚国 和驴大怒 借口 虚国和中吴放走了吴国的重要敌人 出兵 攻灭了两国 完成了攻击楚国前的重要战略部署 楚国则把这哥俩封在书役 固执 就在今天安徽省卢江县西南 实际上是让这哥俩 替自己守国门堵枪眼 和驴三年 吴军攻下书役 杀了两人 得胜后 和驴想趁热打底 进军引渡 但将军孙武坚决反对 战事持久 百姓疲惫 此时不宜扩大战争 还是战前忍耐 等待时机罢 和驴纳舰 收兵回国 要想击败楚国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 那就是后勤补给 战线太长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中途必须有盟国提供后勤保障 而不可能依靠吴国从后方诉讼 吴国君臣商讨法储之事 最头疼的就是后勤保障问题 机会来了 唐国 蔡国 是与楚国接壤的两个附庸国 两国愿意与吴国组成反楚同盟 共同伐储 公元前506年 吴国 蔡国 唐国 三国结盟 共同伐储 两国为什么要反楚呢 在蔡国 唐国的协助下 吴国能和楚国一决高下吗 吴子虚 能否报仇雪耻呢 明天 我们再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公元前506年11月 吴国与楚国爆发了国举之战 吴王何驴倾全国之力进攻楚国 又是否仅仅为吴子虚复仇呢 吴楚之战又将奠定春秋末期 怎样的政治格局 下期节目中 陕西师范大学韩刚 为您解读 吴子虚复仇 第七集 我动手